嗯 啥动静啊 我X 机岩 挖矿石有一定概率会蹦出矿石怪 这个我是知道的 但没想到挖个红石岸能蹦出机岩怪 最离谱的就是他自己卡墙里卡了 我啥都没干 白白获得两块机岩 还好加了转化珠 只要咱们EMC值够多 就有源源不断的机岩了 咱们拿出9个 合成压缩机岩 两个压缩机岩和一个普通机岩 就可以合成机岩剑 有了这把剑 只要太坦不守剑 在这个世界横着走好吧 啊 凄 右键蓄力还可以起飞 只要控制的好 疾风戒指都算个屁 看看这一速 哎呀 玩啥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模组 让咱们的武器有了品质 优秀品完全配不上我的神魂吧 那必须得神器才行啊 好家伙 我就随便提了一嘴 这都行 你看我说的吧 天选之人 啊 有神器必须得配得上好装备呀 不然哪次起飞都脸着地 这谁找得住呀 咱不及 先跑点机岩 把EMC值提一提 有了圆子 想做什么做什么 八个一 就凭我现在的实力 乌尽贪婪都不值一提 主要那东西太干了 咱们还是搞一搞 经济又实惠的蓝狗砧板吧 钻石块加工作台 合成砧板工作台 放进转化桌里 再拿出一组 咱们就可以合成 砧板头盔 砧板胸甲 砧板护腿 砧板靴子 装备上 我就是神明 现在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人能对我造成威胁 你们不嚣张吗 不仗着人多满地图追我了 哼 一群蝼蚁 我这 红莲哥斯拉 没想到随便走走 就能碰到他了 吃我一切 呀 干嘛穿过去了 这玩意碰撞体积这么小吗 哎呀 还得是普通攻击 范围伤害才是王道好吧 今天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呀 刚想整点墨影之眼 挑战一下墨影龙啥的 随便开了个新闻房块 他就来了 原本俩boss 今天就给他搞定了好吧 跟着眼睛走 很快就能找到传送门 哎 就在这 直接往下开吧 好家伙 这么顺利 都摆放完了 走起 就我这一下子 龙胆都得给你扣出来吧 跨资源 外星科技 降维打击 梦影龙都得一联盟 发生什么事了 龙胆也带走啊 有机会做个最终剑玩玩 也是可以的吗 OK 搞定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况 有懂的大哥可以在评论区告诉一下面包哈 接下来就是下界的凋零 听说它可以在野外生成 但我过了老半天也没看见呀 刚刚应该是卡bug 重进一下确实刷新了 可是下界这么大我上哪找去呀 只听到周围有哥萨拉的叫声 怪不得刚才出bug 哥萨拉一个接一个刷新的 不卡才怪嘞 根本刷不完呀 哎 这么巧了吗 小家伙在这藏着呢 让哥哥好找呀 哇 爆炸动作都没有 既然间确实强呀 你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变冷了 出现这个提示 是不是说明主世界开始正常刷新太坦了